就在前几天 一位网友的工厂里到获了成堆的金属方管 为检查材料厚度 该网友决定采用敲击法测试 在敲击中方管发出了气泡音 这让网友感到疑惑 但是他根据多年的生产管理经验 并结合基本的空气动力学常识 大胆推测气泡音极有可能与激波有关 对网友的结论 我们还需要通过方管的发生原理来分析 如果轻微敲击方管 管壁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向下振动行变 挤压下面的空气产生了微弱的压缩波 以当地因素向管口运动 被波面扫过的空气 致点相对波面后退的速度变慢 形成跟随波面移动的密度增加区块 而管壁向上回弹时 又形成一道微弱的膨胀波 被波面扫过的空气致点 相对波面的后退速度增加 形成随波面移动的密度减小区块 因此轻微敲击时 管内空气的致点只是在交替的波面扫过时 原地震动 从而向前传递疏密的区块 也就是出现了声波 但以较大力度敲击时 管壁形变变大 挤压空气柱向管口排气 回弹中又使空气柱膨胀出现负压 从管口吸气 于是管口被进出的气流冲击 在边棱处生成不断脱离的漩涡 并推动空气震动发生 从而出现拔平塞一样的气泡音 可见方管中只有声波 并没有压强跃变的激波 而气泡音也只是源自管壁震动导致的空气柱震荡 其实该网友早已想到这一点 但他考虑的并不是用手拍击方管的震动 而是空气柱受到强烈爆炸冲击的情形 正好有人发现一处干枯的深井 于是用泡沫板子盖住井口 点燃一个大号鞭炮投入井中 随着爆炸声响起 泡沫板并没有被炸飞 而是悬停在井口上方震动 并且刚才爆炸声的后音 也十分类似于敲击方管时发出的气泡音 原来是井底爆心处的燃气高速冲击周围的空气 是一系列以音速运动的压缩波聚合 压强跃变形成超音速的球面激波 波面向管口运动时扫过的空气被剧烈压缩 又造成压缩区后面的空气变得稀薄 像声波一样出现跟随波面运动的数米区块 但区块内的置点同样在做原地震动 因此即便激波到达出口 也不会把泡沫板推走 但是爆心处的燃气膨胀时 不仅在空气界面上形成激波 还会形成球面的膨胀波 像爆心运动 使扫过的爆炸废气急剧膨胀 推动井里的空气处快速上行 以至于井内外气压平衡时还在继续喷出 造成井里出现负压又开始吸气 产生了和敲击方管一样的震荡气流 并冲击井口边能发出气泡音 由于井口的喷出气流 沿轴线向上运动 而吸入气流从四周向中心运动 因此垂直方向上喷气流的动量大于吸气流 使泡沫板受到较大的向上推力 从而悬浮起来 这种情况虽然已经佐证了网友推测的 气泡音与激波有关的结论 但并不是该网友的真正意思 如果让飞机从高空投掷一颗穿甲炸弹 击穿军舰的甲板和船底 并在龙骨下方一定深度严实引爆 就能像井里的鞭炮一样 在燃气和水的界面上制造水中激波 波面的超压会首先将上方的舰体撕裂 同时界面的膨胀波又让燃气急速膨胀 推动水面抬升 将藕断撕裂的舰体掰断 最后膨胀波到达暴心的自由边界 又反射成第二道球面激波 就能让舰体彻底断位两节快速沉没 因此把舰被命中后 几乎没有翻肚皮的时间 转眼就沉底不见 而这种正在试验中的 利用JDAM炸弹改造的快速击沉弹药 才是网友敲击方管发出气泡音时 所推测出的终极原理 以及该原理的实际应用